那么什么人在那反了呢 哎这清朝人讲话呀 那些人叫苗子 您不要以为啊 就只是苗族 实际上啊 是以苗族人数最多 在苗江生活的众多少数民族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要说今天呀 是我比较纠结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眼瞅着咱们就该换新系列了 这乾隆皇帝的奉子龙孙们呀 咱们也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呀您要觉得我落下了谁 哎您喜欢听他的故事 您可以留言区呀告诉我一声 我呢整理出来呀 立刻就讲给您听 这个没关系啊 因为咱们这个书馆啊 哎他特点呢 就是随和这粉丝啊 是可以点播的 那有的好朋友说 那我也点了 怎么半天也没给我安排呢 哎您点那个 可能要安排到系列当中 您别着急啊 我这有本都给您记着呢 在我心里啊 本来安排了两个系列 一个呢就是讲实权武功 这一听啊 您就应该明白了 这乾隆皇帝自称是实权老人嘛 这实权武功啊 当然了 在清朝那会儿啊 通常在宫里都叫实大武功 哎 至于这是为什么呀 咱们在系列当中啊 我会给您揭晓的 那么这实大武功 肯定是讲乾隆的 可是呢 我又怕呀 咱们从这个宫廷当中的宫斗 娇滴滴的后妃们啊 一下子跳到战场 您有些不习惯 于是呢 我又想啊 咱们干脆开公主篇 可是呢 又有点啊 他不合谣性的地儿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要是讲公主啊 肯定也会从大清入关开始讲 大不济呢 也就是从皇太极那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皇太极以后啊 就入关了吗 满清啊 乃至后金 在东北的很多故事啊 咱们都没讲过 为什么不讲呢 是因为呀 咱们画面素材太少 虽然啊 这个前两年去了一趟东北 拍了一些画面素材 但是感觉还不够多 因为去的太早 是个春天 无人机也不能飞 哎 东北的风可厉害了 再有呢 比较赶了 所以说这时间安排上啊 也亏欠点 您啊 如我哥阔 这个东北的关外系列啊 咱们是肯定会讲 那么讲入关以后的公主 我啊 又为难了 咱们肯定是啊 从皇太极顺志 这么一下子排下来 可是啊 咱们讲到哪 算一战呢 是啊 咱们讲到乾隆皇帝这儿 哎 然后继续讲帝后妃 然后皇子 再来呢 讲公主 还是啊 一直就讲到这末代公主为止呢 哎 这也让我为了难 所以说呀 我这么想的 咱们干脆 在讲每个系列之前呢 都有两集概括序言 所以说呢 咱们不如啊 就把这两个系列的这个序言啊 先讲了 您喜欢哪个呀 然后呢 您就投票告诉我 旅渊区啊 让我知道的明明白白的 然后咱们就接着往下讲 如果呀 您要是都不喜欢 那咱们放弃 继继续讲后妃 咱们呀 回到这个紫禁城当中 到嘉庆的这个后宫 挨着班的 说老娘们 这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书归正传 那么咱们就先来讲讲啊 这乾隆皇帝十大武功的开篇序言 虽然啊 是讲十大武功 并且是开篇概述 不过今天这段书啊 能讲到十大武功上啊 哎 我看是玄 那为什么呀 您得从地去捡起个绳子头 倒啊倒啊倒 才能倒出一头牛来不是啊 老家活的嘞 您一抬头就看见一头牛 那不是吓一条 那咱们呀 就先得从这个绳子头开始讲起 从哪儿讲呢 那就得说是雍正十三年 雍正十三年 那年啊 是1735年 8月23日的时候 这雍正皇帝家崩了 中年啊 只有58岁 妙号世宗 世号啊 献皇帝 老王宴家嘛 新王登基 这新登基的皇帝啊 就是爱新觉罗的弘历 高宗乾隆 有人说呀 这乾隆皇帝是躺在 富族的成就堆上登基的 那么这话说来对不对呢 也对也不对 国库充盈啊 天下出安 这肯定是这样 不过呢 这乱子呀 就出在边疆了 哪儿的边疆啊 西边 这西南西北啊 是皆不太平 大清国的东北 东三省 那会儿不叫东三省啊 那会儿叫关外辽东 这关外辽东啊 是这大清国女镇的龙兴之地 清初之时啊 这大清国为了保护自己的 这个龙兴家园呢 所以说呢 对他呢 采取不开发政策 只是啊 派兵派人守着 并不允许这个民人呢 到这个东北去开垦 所以说呀 才让这个沙俄老毛子 红毛鬼啊 钻了空子 那这东南呢 那是富族之地 所以说呀 这八旗最早 就安排了两支直省住房部队 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钱袋子 哪儿啊 一个是济南 一个是南京 不过那会儿啊 不叫南京啊 叫江宁 一提起这西边啊 这乾隆皇帝啊 可就挠了脑裹皮了 西南啊 是苗江 改土归流啊 虽然啊 是这雍正朝的人政 不过呀 这没干好 有一堆屁股 没擦干净 哎 一会儿啊 咱们再详细的说 这西北呢 是回江 那边的少数民族啊 那会儿是墙头草啊 他随风倒 谁横呢 就跟着谁混 还有啊 这个最让清廷头疼的 就是这个蒙古准改二韩国 从那个康熙的时候啊 就开始干 一直干到雍正朝 到了这个乾隆年呢 还没打干净 您要是翻这个高宗实录 也就是乾隆朝实录啊 您翻不了几篇啊 就能看见这乾隆皇帝 说过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呀 这乾隆皇帝刚登基 就这么说了 由于苗江事务关系紧要 时谨黄考胜心 那为什么这苗江事务 这么紧要呢 因为啊 早在好几个月以前 这苗江那边啊 就已然打起来了 那么这苗江是在哪呢 这苗江啊 按现在话说 就是云南四川 贵州 湖南 重庆 广西 各拿出一个部分来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 他又分这个湘西苗江和前东南苗江 这湘西苗江呢 指的就是贵州湖北湖南重庆交界五陵山地区 这前东南苗江啊 就是前东南的雷公山月亮山一带 那么什么人在那反了呢 哎 这清朝人讲话呀 那些人叫苗子 您不要以为啊 就只是苗族 实际上啊 是以苗族人数最多 在苗江生活的众多少数民族 在这个乾隆登基的六个月以前 就是雍正十三年的二月 贵州 古州苗民 因为反对这个改土归流 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 武装暴动 五万多当地少数民族啊 这可算是大规模起义 当时就震动了京师 这雍正皇帝呢 赶紧就调兵镇压吧 可是啊 还没等到得出什么结果呢 到十月份的时候 这雍正皇帝尿息了 哎 雍就维言文说呀 驾崩了 这乾隆皇帝登基呀 总不能下到旨意说 你们这帮苗子呀 先等等 等我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呀 咱们再说你们苗江的事 好家伙 那边都已经造反了 那等不了了已经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只能是一边登基呀 一边处理苗江事务 那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帮苗子他为什么会反 这改祖归流啊 应该算是这个雍正朝的人正 为什么到苗江推行就那么困难呢 哎 主要是用人不当 在这个明朝末期啊 明大的中央政府啊 想简化在这一地区的治理方针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昏招 叫以一制夷啊 是以苗制苗 于是呢 就在前东南广大地区啊 不设地方官 那么这里的地方正是是靠什么维持的呢 土司 明朝这帮皇帝啊 在这儿啊 任命了很多土司 这些土司啊 都是本地人 都是苗人 并且啊 这些土司啊 世袭缺了得了 也就是说在这儿啊 你甭管多大本事 你当不了官 哎 只有你爸爸是土司啊 你才能做官 所以说呢 随着这一地区逐渐开化呀 那民怨极大 那孩儿那句话 他古今一礼 他绝对权力呀 绝对腐败 那据说呀 那块的大土司过的 那都是现在沙特阿拉伯 那帮王子们过的生活 真羞美味 随便造 出门散步 有人抬 并且呀 这么一来 这中央政府啊 对那一地区的王化 那一地区的政治 那一地区的税收 完全的失去了控制 也就是说呀 有事儿啊 你得管 哎 那边的税收 我一分钱 也不忘你国库里交 时不时的 这土司之间呢 还爆发战争 哎 这伤财势小啊 死伤的群众 那多了去了 所以说呢 到了雍正年间 这雍正皇帝 琢磨了半天 带着手底 这帮能人呢 也是几天几宿 睡不着觉 终于琢磨出来 一个好办法 哎 就叫做呀 改土归流 那么这改土归流 它又是怎么个章程呢 也就是说呀 打今儿起 你那土司啊 靠边站 哎 这土司的爵位呢 也别顺席了 你们这些年捞的钱呢 那政府啊 也不跟你们清算 可是这官当到头了 政府啊 又派留官了 和这个内地官员一样啊 这些个官员 也是几年一任 负责啊 对本地区的苗子呀 哎 王化 教养 以及啊 税收 治安 并且呀 来了留官之后 对这苗疆的文化 以及王化 就有了大大的推动 那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的苗疆啊 这儿啊 不准汉人入境 这帮的土司啊 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实施啊 这严格的民族禁锢 当年啊 在这苗疆有这么一句话 叫苗不出洞 汉不入境 这样一来啊 就好多了 这官都是汉人了 哎 所以这汉人呢 也就流向了苗疆 起到了更好的民族融合作用 这最初啊 这雍正皇帝派到苗疆 去实施改土归流的人呢 那都是啊 这雍正朝的能臣干例 什么云贵总督厄尔泰 贵州岸查使张广寺 云南提督哈元生 哎 这给您普及一下啊 这个信如果在满族当中啊 就念哈 要是搁到清征跪教啊 人家那个信啊 念哈 这个哈元生啊 是回民 所以在这啊 人这个信得念哈 这些个能臣干例啊 当年在苗疆 带领着众官员 改土归流 什么清查户口啊 丈量土地啊 征收赋税 兴建城池 建设学校 所以说啊 当地的土民呢 明显觉得 比这个当年土司执政的时候啊 要好得多 所以说啊 这官干得好 老百姓呢 也支持当地的少数民族 就是这些苗子们呢 哎 包括有壮族 夷族 苗族 哈尼族 不夷族 洞族 瑶族 水族 等等等等 这里边啊 其中还包括金沙地区的藏族 可是那会儿啊 统称苗子 哎 这俩字 他不是骂街 就是对那个地区啊 生活的这个土著居民的土称 可是啊 问题就来了 这些有本事的大臣呢 没过几年 他升官了 这鄂尔泰啊 官居这个大学士 并且啊 是这内阁之首 宝和殿大学士 张广四 调任胡广总督 哈元生啊 一步就迈进了京剧处 成了这个军机上行走的军机处大臣 再来的这帮官啊 哎 可就不好好干了 首先呢 你想干呢 也不一定就能干好 当时的苗疆 面临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修成 建署 建雕 开义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官员就大量征用这个苗民 干嘛呀 扶摇义啊 并且啊 管吃 不给钱 这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呢 就导致啊 当地的乱摊派 这缺钱的地方一多了呀 这些混蛋官员没有其他的本事啊 就只能提高赋税 所以当地人民呢 这会儿可就感觉不那么幸福了 随着这汉民的涌入啊 这大量的土地兼并又来了 这个地区呀 人是越来越多 可是地呢 还是那些地 您想啊 要想开垦一块田地啊 那是需要慢慢来的 所以呢 那这汉人呢 到了苗江之后就买地 那有市场嘛 就有交易 这帮苗子呀 把地卖了之后 发现呢 这地就越来越贵 卖地容易 花钱容易 再想买地呀 难了 这地已经长到你买不起的田地了 所以这些苗人呢 就越搬越高 越搬呢 越贫瘠 已经到了呀 无法度日 无法生存的状态 哦 这还不等着返吗 所以呀 这各方一起一举 这大批的苗子呀 就跟着返了 今天咱这书啊 就先到这 明天呀 我跟您聊聊 这雍正皇帝 在苗乱的开始 是如何派兵镇压 这次边疆苗乱的 咱们看看呀 这位雍正皇帝 是如何越压越起 是越治越乱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否能持续更新 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